面对人口高龄化和购物成本提高 两岸都有年轻人买不起房子的问题 为了解决困境 大陆未来五年计划在40个重点城市 来兴建社会住宅 比方说在福州 就有专门提供给台湾创业青年的社会住宅 租金比较便宜 坪数有各种选择 所以接下来就来看看 他们所分享的攻略指南 福州市区的公寓环绕着演奏笛声 来自台湾的柯晨云 在这里开了一间音乐工作室 他在2018年音乐系毕业后 考虑到台湾手指化的影响 决定来福州发展 好 这边的舌头给多一点 这边的机会比较多 孩子比较多 柯晨云的教学方式 强调激发学生对音乐的兴趣 循序渐进 再加上大陆近年来 对传统乐器的推动 工作室尽管规模不大 还是逐渐累积出口碑 一 二 三 四 对 实际上是一周 有大概三十堂左右 就是三十个学生左右 这样会很耐心地教 不懂得可以多问几遍 教学仔细会针对一些问题 而且长得好看我觉得 刀一地创业过去住宿问题 始终困扰着它 福州房价每平方米 均价两万元人民币 买房对大多数刚创业的年轻人来说 是沉重负担 当地单身公寓 租金每个月需要两千五百元人民币 租房子我在福州已经搬了六次了 于是柯成云决定申请当地的社会住宅 经过排队抽签 他搬进福州 特别针对台湾青年 提供的出租公寓 他变向租屋攻略 开箱住处 室内四十五平米 各地方正 厨房客厅浴室 阳台 一应俱全 我是非常幸运抽到第一号去挑选户型 所以我挑的这个户型是非常非常满意的 公寓户型分为四十五平方米 五十五到六十五平方米 都是经过装潢的房型 只需要简单布置 就可以拎包入住 而且可以长期租住 来到这边之后呢 就感觉让我这是非常的安定的 那给我们心灵上的一个稳定是非常重要的 它的配套跟它的设备都是齐全的 青年公寓位于福州城区中心 交通生活机能便利 离公寓两百米左右 有目前福建省最大建筑面积 四十五万平方米的购物中心 周边有大型公园 其中环形步道长度就接近二十公里 那下班之余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休息场所 让我们觉得很舒心 像是同样到福州发展的王廷维 过去每个月要花两千五百多元人民币租房 如今住进青年公寓 四十五平方米的公寓 月租金只需要九百元人民币 年租金的话等于是省了两万多块了 那这样减轻了我们的一个生活上面的一个压力 面对人口高龄化和购物成本提高 为了解决年轻人买不起房的问题 大陆未来五年将在四十个重点城市 兴建社会住宅 让新世代的租屋族落脚大城市也能安心定居 新闻追求真实 说好的不缺电呢 小小的人为是不是就发生这么严重的状况 这就是我们的超前部署吗 事件抽丝剥茧 我们怎样 快筛事迹就是买不到黑暗期即将开始 我们理性思考 我觉得这次演员也太重了 台湾你真的准备好了吗 您信赖的选择东森晚间新闻